今天上午国产新型涡奖支线飞机新州600在中国一行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装下线 新州600是新州60飞机的升级型 在结构综合航电系统、内装饰和生活设施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新的改进 新州600飞机不但能够减轻驾驶员的劳动强度 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方便的乘坐空间 还具备了海上救生能力 可以满足特殊用户对跨海飞行的需求 预计新州600飞机将于今年9月首飞上天 2009年取得试航证并交付首家用户 据了解在前期的市场推介中 已经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新州600飞机表示了购买意向 预计到2011年将交付20架订单进行